和所謂的帝子 或者我們講說帝子在藏文 在藏文它叫切拉 在以我們 在藏文的話叫羅馬 和再以中文叫帝子 然後它一一的解釋 我們來去做一個文字上 它還沒有做意思的解釋 就是從文字來講的話 我們從三寶的話 所以它今天略略開始介紹了 我們說依著寶信論來講的話 它是由所謂的欲 來代表義 它是由這個一個欲 有從九個方面來講 是相似的緣故 所以我們稱之為寶 那第一個來講的話 說什麼呢 它說什麼 我們為什麼稱之為寶的 第一個例子是說什麼的話 我想說我們先講 前面的兩個來講的話 它說什麼 它說就像如意寶 我們所謂的如意寶 是什麼的話 在藏文或在以前的經書的如意寶是什麼的話呢 它的意思是說 只要我們對它有求 有一個珠寶 有世間的所有的財富 受用 只要跟它發願或者祈求 這個財富或者受用可以獲得的 當然它不是說是萬能的 它就說如果依這個而去 運用或者祈求的話 這個世間的財富都能獲得的話呢 這叫如意寶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很多 大家如果有聽過的話 我們也叫以心惟布 以心惟布是如意寶 在藏文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會說什麼 像在我知道 在我們 像我們有機會見到尊者達也喇嘛的話呢 很多人都會叫它什麼 叫它以心惟布 叫如意寶 為什麼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內心向祂歸一祈求 我可以獲得不只是金氏的 來講我可以獲得究竟的 或在藏地的 因為很多年 他們沒有辦法見到 尊者達爾嗎 他們把說什麼 他們把那個 極美噴錯 著詞 或者大著詞 我們講說 我們講說 社達 那區域的那種大著詞 他們講說什麼 他也把它叫做如意寶 如意寶 而且它就是一種 因為藏人的話 他們有一種習慣是說 他們如果這種 大的善知識們 他們不會直接稱呼名諱 所以你看為什麼一直到最後 到之後的話呢 在宗大師 他們就不稱宗大師的直接名字 就把它說 宗可巴 宗可巴的意思 也就是這樣子 像 帕鵬爾大師來講的話呢 帕鵬爾大師到最後呢 他們也說 他們在他晚年 因為他是非常有名的 善知識 大家也不叫他 帕鵬爾大師 因為那個 雖然那已經不是他的真正名字 可是那有一點是說 因為他是 某個家鄉 某個地區而來的 叫帕鵬爾大師 他那叫什麼呢 因為大家認為 帕鵬爾大師是 聖樂金剛的化身 或他對聖樂金剛的法 特別有修辭 他們叫什麼叫 帕鵬爾大師 帕鵬爾大師 是叫大樂本性 大樂本性 他代表大樂的本性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很多經書 有在講到說 帕鵬爾大師的時候 他會把它稱叫 帕鵬爾大師 總之 所謂的如意寶 或者大家看我們台灣 這邊有印很多 尊子達拉喇嘛的書籍的 一個 應該說他一個出版社 或者一個基金會 是不是講說如意寶 基金會 或者如意寶 那個什麼佛協會 如意寶就是說他用 他指的 因為有可能大家不知道說 以為就是在指那個如意寶 實質上這個如意寶 指的是什麼是 尊子達拉喇嘛 他是在指這個說 那他講 那他是用有形的物品 來代表無形的 的修辭的話 他就說什麼 那在 這個來講的話 如意寶 不是我們在世間上 會隨隨便便看到的 是 難能可貴的 難出現一般的時候呢 就像說什麼的話呢 我們 三寶 或者我們的師長啊 三寶 佛法山 也不是 隨隨便便的 不是沒有 可是是說 難遇嘛 是我們一直在講說像 為什麼在中大師 在葡萄教師 廣論 他是不是一直 甚至是之後 馬上講說 俠滿人生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要珍惜嘛 我們說 我們講說 在經書他常常講說 這個人生 就像如意寶一樣 他說人生如意寶 在上文的時候 會用這個詞的時候呢 說我這個人生的話呢 你不用 也就這樣子而荒廢了 可是如果你 依用它的話呢 什麼都可以成就嘛 這個 你要說 即身成佛 也有辦法依這個 這個身而成佛 所以它叫如意寶 可是它 是難能可貴嘛 難得獲得 所以 為什麼我們講說 三寶 寶 來講的話 說什麼是 如意珠寶 他想說 在世間上 我們就叫寶 寶一樣呢 為什麼 因為它是稀有嘛 是不是你看我說 我常常 我問我自己 我看到說 你看我們 有時候學了這個經書 我說 你看 為什麼人家會說 這個經啊 或銀啊 或者說 白經 為什麼是珍貴 你說它只是稀有的話 有很多東西 比它更稀有啊 就是我說 你看是不是就是 景為分別而愛內蒜 因為 我又想說什麼 像 因為我會看一些 歷史書 大家說 你看以前那種說 那種 那種 索隆門島啊 那一家 他們以前認為 所謂的珍貴是什麼 是不是那種 海螺啊 貝殼啊 他們認為是 這個是 珍貴的嘛 或者再更早 你看我們 在中國以前的那種 古墓裡面 什麼珍貴什麼 是玻璃嘛 是不是有玻璃 現在玻璃根本 不值錢 誰要 可是以前的玻璃 是不是說就是 珍貴的 是什麼呢 是不是景為分別心所 那個價值 可是這邊來講的話 我為什麼會保呢 如果是普遍的話 每個人都有的話 像我們現在的玻璃 沒有一個人會認為它是 珍貴了嘛 可是以前的來講的話 它是因為它是稀有難得 所以它是珍貴嘛 或者你看 或者說什麼 你看我們是不是說 這個是天然珊瑚 跟人工珊瑚 所以它的材質出來的 或者現在藏人有些 很愛天珠 或是 他說這個不是 這是古天珠 這是新的天珠 說實話來講 那個紙啊 材料是一樣 有可能新的天珠的顏色 還更好看 可是人們會說 這個是珍貴嘛 這個是賣的話 可以賣一棟房子 或什麼來講的話 這什麼 它是稀有難得嘛 不是普及的 它人們認為這叫珍貴了嘛 然後三寶是不是也是 不是普及的 它是難得的 我們遇到的時候 要珍惜的時候 第一個它叫 所以為什麼 一個原因它叫為保 而第二個來講的話 說什麼 是不是說 就像 本身 如意寶本身 它本身是沒有瑕疵的 可能是被 東西包住的 可是它自己本身是沒有瑕疵的嘛 它自己本身是沒有瑕疵一樣的話呢 我們所謂的三寶來講的話呢 它自己本身 從它本質這上面來講 我們不能說它有瑕疵 可是人們可能會不會說 它有什麼什麼過失 有沒有 有可能這樣說嘛 它自己本身沒有 所以呢 我們為什麼叫三寶也叫為 寶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就像說 如意珠寶啊 或是像我們說看 鑽石的時候 所以它 真的鑽石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因為 大家還是一樣 我喜歡看書啊 真的 鑽石一出來的時候 你放在你面前的話 你以為它是像玻璃一樣啊 我看過那個就像 因為印度有很多那種很碎碎的那種 所謂的沒有被打 打亮過的那種鑽石 你放在面前 你都會覺得它是玻璃 或它就是隨隨便便的那樣子 你會覺得它 一文不值 看又看得髒髒的那樣子 可是是不是它 它裡面那個材質是 是完好無缺的 沒有任何的瑕疵一樣 它就是什麼 那三寶一樣 看過去的時候 可能我們不能說 從它的 以冒曲 或者也不一定說人們所說的 或什麼 它自己可是從它本質上面來講 說什麼呢 它是沒有瑕疵的 沒有講 所以它從這個方面來講為寶 所以我們今天先講到說 前面兩個三寶的 為什麼它會被在聲音上 我們叫它為三寶三寶的話呢 一個是說什麼 它是稀有難得的 第二個是說什麼 它本質上沒有瑕疵的 沒有污垢的來講的話 我們稱之為叫寶 好 那我們還有一滴滴的時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不了解的啊 或者想要問的 請問閣西拉 今天就是在那個保信論這一段的 就是段故七法故的後面有個結論嘛 就是說 聚三寶體性的佛寶是唯一的神規 因為彼得法身 那這邊為什麼只單體法身呢 因為聚三寶的話 應該有法身 暴身化身 是不是因為暴身化身 是因為有法身而來這個緣故嗎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好 謝謝 一般來講的話 我剛剛也說了一點點 我們習慣這樣講 可是一般來講 所謂的三寶是什麼 是自信身 暴身 化身 我們分類是這樣子 這個一切都包含在什麼叫法身的當中 以這個後面我們會 福生他自己有講到 他說這個是在哪裡 他會因為佛功德 所有的細細的佛功德是在哪裡呢 是在第八品裡面講的 所以你看我們在八四七十億裡面當中 前面的是不是說 他是從能修的 應該說 應該說對不起 所修的三寶 以說他是說所修是 我們要是什麼 是道種寶 應該說根寶 道種寶 一切種寶 這三個 能修是什麼是釋迦行 所獲得果是什麼 他是講說果為法身 這個果為的法身 是包含所有的佛功德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比一德的 這個比一德法身的法身 他不是在指智慧法身 他是在指整個法身功德 就是說他獲得了佛功德 就是我們像 在八四七十億裡面的 第八四是不是講說是果為法身 果為法身的這個意思 上個禮拜格下有提到說 聖意的佛身 那就是說指佛陀心虛中的道地滅地功德 那這樣子來說的話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上次有提到佛 他有就像剛剛閣下講的就是說 暫時清淨的自信法身跟 自信清淨的自信法身 還有暴聲化身 那如果以這樣子的一個定義來講 就是佛心虛的道地滅地功德的話 那暫時清淨的自信法身 應該就是具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佛的滅地功德 那所以那這樣的話 自信清淨的自信法身 是不是還有那個智慧法身 是不是屬於聖意的佛身 你說自信清淨的自信法身 跟那個智慧法身 好 那個如果我們來講的話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所謂的自信深跟世俗深 又跟自信的皈依 我所謂的聖意深跟世俗深 跟這個深就不是我們深保的深 這是身體的深那樣子 所謂的聖意的深跟世俗的深 有沒有這個分類 有 我們不會有說聖意的佛跟世俗的佛 沒有這樣子 可是有所謂的聖意的深跟世俗的深 聖意的深是什麼呢 就是說好像說他的本質 他的那個裡面的內心的 我們上個禮拜是不是舉那個例子說 就像裡面的莊藏一樣 就叫佛陀 真是他為什麼 為什麼我說他叫佛 他為什麼叫佛呢 就是他的那種滅地跟道地的功德 而其餘的話 像所謂的化身跟爆身呢 就是他的表現出來了 所以他給予的標準在說聖意的深跟世俗的深 世俗的深是什麼是 我們弟子們或者索化基 弟子們可以直接接觸的這個佛呢 直接接觸到的佛呢 我們叫什麼 這叫所謂的叫世俗的深 我們弟子們 沒有辦法直接接觸到 或者沒有辦法直接看到的 或者這個直接不只是直接 而是我們清見 因為當然我可以看到 我用筆量直接看到這一切 可是我說我們直接看到的是 那種清見 或者現前看到的這個東西來講的話呢 我們這叫說什麼 在以佛的深或者佛陀來講 我們叫世俗的深 以佛陀的功德 我們沒有辦法清見到 或用限量去看到的這種功德呢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這個叫聖意的 聖意深 所以剛剛問到的 如果問說暫時性清淨的 跟自性清淨的話呢 暫時性清淨的是不是 佛陀心虛的滅地的嗎 跟佛陀心虛的道地來講的話呢 它是它的智慧法身了嘛 對不對 佛陀心虛的道地 就是它的一切種子的嘛 所以它是它的 來講 這兩個就是佛陀的 真正的所謂叫聖意深了 而自性清淨的自性法身是什麼 是一切種子上面的空性嘛 是不是 就是它的這個自性來講嘛 這個來講的話 我會不會說它是深 我會說它是深 可是它是什麼 它是世俗的深了 為什麼 因為弟子們可以直接看到的 因為弟子們可以憲證空性啊 以見到的菩薩 它可以見到 縱使是佛陀心虛的空性呢 它也可以憲證這個東西 因為它可以憲著一切的 萬事萬物的 一切法的空性它都有辦法看到 所以我們會說什麼 我們會說自性清淨的 自性法身的話呢 這個是來講的話 在聖意深跟世俗深裡面 我們會說這叫世俗深 不是聖意深 可是什麼呢 它是 應該說 應該它叫世俗深 但是說什麼 它在聖意的皈依 跟世俗的皈依裡面 它是聖意的皈依這樣子 有時候我也要 因為我忽然中文這樣來講 我說以聖意深 跟世俗深來講的話呢 我會說它是世俗的深 可是它是聖意的皈依 跟世俗的皈依裡面的 所謂的聖意的皈依 應該是這樣子的 可是真的有兩個問題 因為剛才閣西有說 法身是佛的功德嘛 法身是佛的功德 你先問我 我等你問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法身是騙一切處嘛 那如果說是佛的功德 但是有些它比如說 佛教徒或是佛教徒的話 它有些應該是沒有騙到嘛 那它的 我不太了解說 法身它所要代表的話 是什麼意思 因為比較抽象 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像聖意的皈依 或者世俗的皈依的話 那小聖的話 那變成是不是 它也就沒有聖意的皈依 好 我倒過來說好不好 我說 那以 因為有些解釋 要解釋比較久 我就放後面 比較容易解釋 我放前面 我說 小聖的皈依 有沒有聖意的皈依 有沒有世俗的皈依 當然有它的聖意的皈依 它的聖意的皈依是什麼呢 它要皈依的世尊 它皈依的佛 就是聖意的皈依 但是它沒有辦法就是說 到究竟的修持 因為聖意的皈依不是要到 究竟的修持嗎 沒有 不是它自己有沒有要到 聖意的皈依 而是那個皈依 有沒有到究竟的修持 所以我說你看 我說我皈依的佛寶 我們不要說小聖 我皈依的佛寶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永遠也沒有聖意的皈依 這樣子 連菩薩也沒有聖意的皈依 唯有意有聖意的皈依 就是只有佛陀了 那佛陀也沒有皈依了 所以根本沒有聖意的皈依了 如果按照剛剛的那個說法來講的話 完全沒有聖意的皈依 因為有皈依者 都是不究竟的 有究竟的時候 他就沒皈依了 所以變成說 這個好像是兩邊都沒有的 不是不是 這不是這樣的解釋 而是說 以實質上面來講的 這個東西究不究竟 以宗大師來講 如果他是究竟的 是不是 小稱的話 當然 他自己的目標 可能就是追求是 阿羅漢的果位 他也就到這個地方 可是他也會說 佛陀是我們的皈依境 他是我們的導師 這個都是這樣說的話 所以他的導師 當然還是聖意的皈依了 第二個點來講的話 所謂的佛身 或者佛陀的法身 是不是佛的功德的話 我們當然說是 只要是佛 佛 只要佛都是所謂的法身 這個法身不是代表說 剛剛問的問題就一樣說 法身是不是小小的一個 不是 所謂的法身是涵蓋著 自信身 報身 化身 智慧法身的 因為你看他用的名詞就是 智慧法身 法身當中的智慧的那一個地方 智慧法身的 他來講的話 所以呢 那我們說 你說 有沒有騙一切呢 我們說所謂的法身騙一切的 這個意思的話 當然是從我們佛教徒的概念來看 這個比較的用詞 或用法是什麼 是在 我們比較會用說什麼是 有結合上密法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說 或者 我用顯教也可以解釋 可是為什麼 因為 我們會說 所有的一切的東西 都可以被 一切字了解 所以 只要有法 一切字就騙過去那邊了 是不是 你看說 我這個東西要存在 或者像我這樣子 或者說 我這個杯子存在 就有一個一切字 可以了解它 就有一個量 可以去了解它的話 所以只要這個東西存在 這個禁存在 智慧法身也會寒過去 智慧法身寒過去的話 也就會有法身的寒感了 剛剛用的那個最後的例子說 如果 有 非佛教徒 他有沒有 智慧法身的事業 或者我們說一切善業 都是說 我們說 都是 只要他有 生起一刹那的念頭 或者善心的來講的話 這個都是所謂的 我們一般 以我們的角度 當然不是從他們 以我們來講 我們會講說這叫 這才叫做所謂的佛陀的事業 真正的佛陀的事業 來講 其中的一個事業是 是與功德 宣佛 實際上的這個佛陀事業是什麼 是可以使內心的未調伏 或者 一般來講的話 是負面的 或者說是 煩惱面的來講 可以改變 可以轉變 可以有思維 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說什麼 這是所謂 智慧法身的事業 或智慧法身的做法 這個想法是什麼的話 他是說什麼 他是說 我比較不會用 沒有聽過顯教的用詞 我們密教的用詞說什麼 他說 身跟是 是兩者合在一起的 他會說 身騙之處 是也騙 是所騙之處 身也騙 這兩個是 分不開來的 為什麼的話呢 他的這個所謂的身 不是我們的身體的身 而且他代表說 有騎著一個 一個風 一個氣 這個來講的話呢 我能不能動 像我的事 可以從這邊這樣子 騙過去的話呢 他是騎著一個風 他是騎著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東西來講 那事是什麼呢 事是可以去了知的 他這個來講 所以他 在我看過的密序的經典裡面 是說什麼 他就舉的例子來講說 我們是不是一直在舉的那個例子說 同體性 不同繁體 像我說 那什麼意思就是說 像如聖法師 又是人 又是男生 又是比丘 又是格西 這都是他的同體性的 不同的面貌嗎 和 以密法的所謂的身 最細微最細微的那個佛身 的這個佛身 跟是呢 它是分不開的 它就是兩個功能的 就是一件事情的兩個事情 最細微的身 就是 以身體上來說的是什麼事 就是那個氣 或者那個風 以事上面來講呢 它是所謂的明了 了知的這一部分 就是我們在經典說 所謂的為明為知的這一部分 它兩個是 同體性的 不同的 我們講說不同的體 不同的 各別各別存在 可是它是同體性的 所以 以密法的說法來講 它說什麼 無色界也有色 我們講無色界沒色的意思是說 它沒有這種初分的色 它有那個最細微的色 那個能力還存在 它心思還存在 所以它有 只是為什麼 在這邊我們講無色界呢 因為它還沒有辦法認知到 那個最細微最細微的那個色 它就停留在初分的 是我們說 最主要 會有 顯密的這個說法 什麼事 上次也有人問我說 是什麼 密證會比 顯證的 我們講說 多餘的修持是什麼 是 它在講 心思上面的 更細微的 更細緻的 以見解 以菩提心 以出離心 以大悲心 以空 以空 空性 這在顯證已經都圓滿了 已經都完全圓滿了 這個 沒有任何的瑕疵 這已經是 顯證所說的這一切呢 密證都要承許 也沒有 也要修持 如果沒有修持 這不是密證 沒有對顯證的大悲心 菩提心 空正見 有修持 沒有 但唯一的差別是什麼呢 如果他說 用顯證去修這個心來講的話呢 都還是粗的 以密證去看 最細的 顯證 最小的 最細的心呢 以他的看法來講 都還是粗的 他有講更細的心事的時候呢 他的差別是在 這上面起的差別 而不是說對於 菩提心 空正見 出離心 三主要道有任何差距的 所以大概是 如果以這樣子來解釋的話 應該是 分佛的功德 或者法身的意思是這樣子 如果有不清楚 我們下次會再解釋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了 同樣還是說 希望我們在這邊所累積的所有功德 可以幫這邊最近 因為我也不知道那個名詞 但它一直名詞在變 而且它我也很不好意思 每次都說武漢病情 我覺得那好像很有歧視性的說 武漢病情 那就是 新冠型的那種的 病情來講的話 這種 全球性 它這種新冠型的病情 在這種蔓延當中 希望我們所累積的 所有的今天 特有聽聞 或者講說 法醫的福德 智慧可以回向這些的 新冠型的病情 可以快速的去消除 所有的病者都可以康復 所有的往生者 都可以得到佛菩薩的價值 它以他們為首的這些人 所要留到的 所有的友情的這種病者 往生者 都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 很特別因為 最近跟教室有關的 大家知道就是說 秋風的母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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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人的病情 和請我們幫他回向 所以可以可以快速康復 所以大家也請 幫那個旅月交流老去世 可以快速的康復 它以 不是只經營以他 以 這些人我說出來的 和以六道的所有心的需要 有病者需要康復 有往生者需要救脫的 这些全部都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